整齊小櫃子一彈開 24小時都能取件寄件 這是網購大戰的新秘密武器 如果是一些比較私密或是女性用品 我不想要去超商取貨 讓店員看光光 就可以選擇這種智能取貨櫃 只要先輸入我的手機號碼 還有6位數的密碼 就可以領取包裹 買網拍更有隱私 這樣的郵箱預計年底前 擴張到2000座 民眾有3天的時間 可以取貨 超過3天則轉為郵局招領 請拜託已經大概有90萬件了 所以我們今年會很輕鬆的 超過100萬件 PCHON結盟中華郵政 年底前再強打290元免運費 對手樂天也打物流戰 無人機送貨已經在日本開張 一趟最高能飛12公里 運費約500日圓 也就是台幣145元 依照他的需求去選擇 所以我想不管是超商取貨 或者是像這樣自取貨的取貨 我覺得他有可以共同存在的必要 沒有任何衝突 但為了吸引年輕族群目光 蝦皮跟雅虎不約而同 打出的是回饋大戰 蝦皮聯手國泰世華推出聯名卡 回饋上看13% 海外消費還有0.5%蝦幣回饋 雅虎聯名卡網購回饋6% 實體消費也回饋1% 要搶當審卡 申辦信用卡核卡開卡到消費 以及綁定在公廈購物裡面 APP裡面兩分鐘完成 調查也顯示全台1500萬人都在網購 看來電商要強勢戰 少不了強強聯手作戰 東森財經新聞劉志張博祥 台北採訪報導